大家好我是張馨宇 然後大家都叫我小馨 把一首平凡的歌表現得很好 也會贏過把一首很難的歌唱得不好的人 就是比賽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再去想想看 看你的歌在裡面還有什麼 這首 我的心意 好好好 我從 九歲 開始學跳舞 然後我一路上都是舞蹈班 我想讓我自己 能夠 在舞台上不是只是跳 我 來這裡我就是要唱歌 我就是要想辦法把它練好 我就是要唱 我就是要跳 不能碰我黃冠 但不能碰我黃冠 但不能碰我黃冠 首先第一個就是情緒要更出來 那搭配情緒出來的就是 你的加重語氣跟一些咬字的地方 我以前會一直把 我不會唱歌掛在嘴邊 可是現在我要變成說 我有辦法 在舞台上能唱能跳 能展現自己 這是我對表演的一個目標 嗯 從雙刀下 就哪怕 小的細節也要每一道爆炸 對上狗一圈 這次彩彩漲下 幾度的也不能在萬物上 叫媽媽 是一代女王出現 快點都給我讓開 我從來不代言看她們剩下的障礙 一瘋言換句怎麼辦也選擇頭層 整理好心情 再踩下油門 女王心意 要演的星星 時尚精英 她配什麼看我的心情 你可以請問我的戒指 再不來碰我皇冠 我一天當中只有 梳妝打扮時才忙碌 穿我的 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希望每一天 有不同的驚喜 穿穿我的 穿我的 穿我的 新衣 從來不服煙 打扮了驚喜 穿穿我的 穿我的 穿我的 希望每一天 有不同的驚喜 穿穿我的 穿我的 穿我的 從來不服天 再半盡心 Look at me 我把髒頭髒了 很小愛的香濕 否則不可能出發了 那個女生不安眉 是想我們去BUGLE 你愛的那個Bad Boy 對相影我有掛個多少HIT 他們把我視為了領事中定 當激怒從你心裡爬到臉中心 做自己 就是你 做得最時尚恨吸人的班 他要出門 要堅持這種際線 當我出現 沒掩當勵 都經驗 讨厌不切 给我捡起你偏见 不尽忽远 冲的前世像心愿 要跟空穴 每一天都很鲜艺 Let's go 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希望每一天有同的惊喜 穿穿我的 穿我的新衣 永远不服业 再买的新衣 我觉得你在唱歌上面 在这首歌整体有点太厌世了 你应该还是要展现一些女生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 其实实际上改变的方法就是 我觉得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能不能再提高一点点 以歌曲的诠释上 基础的声音其实已经有穿透性 真的还不错 但是你要让它还要有辨识度的话 你就要再压一个local的tone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 你透过这首歌的长度 把你的特质都展现出来 已经算还不错了 我其实就是对舞台不陌生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我这一场表演 我是表现得很好 那我就会在心里帮自己打一个分数 但是我还是会想到那些 就是比方说没有站稳 还是哪里要重拍 还是哪里哪地方的咬姿 可以再更好一点 我就会 我反而会觉得说 蛤 怎么没有做到更好 这样 所以其实 那时候替陶老师讲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 我是有大概会料到说 应该有老师会讲这一点 因为 饒舍本来就是要用一个比较有磁性 但是又不是你平常讲话的声音去唱 我有想要在比赛前 想办法找到自己的这个点 但是我发现真的不太行 因为 我只要用某个唱腔唱 那我就必须整首 基本上都还是要有保留那一点唱腔 但是 我咬时就会跑掉 然后我的情绪我就会跑掉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 那时候有点纠结说 到底要放掉哪一个 那还是决定把这个唱腔放掉 但是下一次我希望我 目标就是要找到这个唱腔的部分 应该会蛮不一样的